大家好,我叫Linda,我是在Colingford工作的一名家庭医生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肠癌筛查的知识 肠癌是全球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 它的并发率仅次于肺癌以及乳腺癌 在新南维尔士州,每13人中会有一人被诊断出患有肠癌 肠癌初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所幸的是,如果及时发现,超过90%的肠癌患者都可以成功治愈 这也是为什么肠癌筛查如此重要 肠道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它主要有三个部分 小肠,小肠的功能是从分解中的食物吸收养分 大肠,大肠的功能是从,功能是吸收水分和盐 直肠的功能是储存粪便,再通过肛门排出体外 肠癌是恶性肿瘤,最常见于大肠内 大多数的肠癌都是肠壁上的吸肉增生发展而来的 那么肠癌是如何发展的呢? 大肠是由细胞组成的 为了保持肠道的健康,旧细胞会不断地被新细胞取代 在此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错 会有异常的细胞代替了正常的细胞 与正常细胞不同的是,异常细胞不会停止生长 最终会形成一个肿块,形成吸肉 许多吸肉是无害的,但有些会发展成癌症 如果及时切除吸肉,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癌变吸肉并切除吸肉 癌细胞会不断地生长 最终将癌细胞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肠癌可能需要很多年发展,并在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患肠癌最大的危险因素是年龄 超过90%的肠癌患者都在50岁以上 其他的治癌因素包括,有明显的肠癌家族史 这里指的是,至少有一位55岁以下的有肠癌的近亲 比如父母、兄弟、子女或姐妹 或者有不止一位近亲患有肠癌 引起肠道持续发炎的肠道疾病 比如克隆氏症以及溃疡性节节炎 患有二性糖尿病 以及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澳大利亚,几乎有一半的肠癌 都是因为生活方式而引起的 致癌因素包括吸烟、不良的饮食习惯 包括摄取太多的红肉或加工肉制品 食用太多经过高度加工的食物 饮食中的纤维不够 饮酒、缺乏身体锻炼、超重或肥胖 怎样可以降低患肠癌的风险呢 虽然没有哪种癌症是可以完全预防的 但是如果您可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降低患肠癌的风险 戒烟 选择高纤维食物 少吃红肉 避免加工肉制品 减少饮酒量 每天保持运动 保持健康的体重 如果您的年纪在50至74岁之间 请每两年进行一次肠癌筛查 肠癌通常在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有些肠癌患者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症状 粪便中带血 不明原因的疲倦 肚子痛 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 排便规律有所改变并持续一段时间 缺铁或贫血 全国肠癌筛查计划 自2006年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 肠癌筛查测试 能够在肠癌有出现症状之前 很久就检测到您肠道中内发生的变化 如果能尽早发现 肠癌治疗成功率可达到90% 如果您的年纪在50至74岁之间并符合资格 政府将每两年向您派发一次免费的肠癌筛查包 肠癌测试可以在您自己家里完成 需要采集两个粪便样本 并将其寄出进行检测 肠癌在肠内生长的过程当中 会露出少量的肉眼看不见的血液 筛查的目的是为了检测粪便中 这些看不见的微量血液 这可能是肠癌或者其他的肠道问题的信号 几乎每一位50至74岁的男性和女性 都应该每两年做一次肠癌筛查 如果您有下例问题 请尽早咨询您的医生 确定您需要接受哪种检查 如果出现任何肠癌迹象或症状 有近亲家属有肠癌病史 近期有做过肠镜检查 那么肠癌筛查包中有些什么呢 有两张可以生物详解的马桶称电 两个绿色盖子的采集管 一个拉风带 一个由资已赴的信封 请在采集管上写下你的姓名 出生年月以及采样的日期 请排空膀胱并冲洗马桶 接下去把趁电铺在马桶里的水上 再趁电上排便 打开采集管 并在我们大便上面画两个八字样 把采集绑放回采集管 上下摇晃三到四次 放入我们的拉风带 当您再次要排便的时候 请重复上面的步骤 并放入拉风带 请把采样放入冰箱 不要冷冻 沙茶包会有一个参与者的详情表 需要填写 当中包括了您的姓名 住址 联系方式和您家庭医生的资料 如果您需要帮助 请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让他帮您填这个表格 填好表格后 请把我们的两个 有拉风带的采样 以及我们的参与表 放入我们的游资已赴的信封 在信封的背面 填上您的姓名以及住址 并在前面签名 如果可以的话 尽快寄出 这里要记住的是 在样本要存放在冰箱内 不要放在高温的地方 请在24小时之内 寄出样本 请直接去邮局寄出 或在下午比较凉快的时候 投入油桶 肠癌筛查的目的是 寻找你的粪便中是否带血 如果您有以下列的情况 请延迟筛查采样 您有出血性痔疮 您来月经了 您的尿或粪便里有血 您正在治疗肠道疾病 您已预约不久以后 去做肠镜检查 您在过去的两年中 曾做过肠镜检查 样本送出大概两周后 您在邮箱中会收到 结果通知信 如果结果为阴性 意味着没有发现血液 您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请两年以后 再次做肠癌筛查 如果在下次检查之前 有出现任何症状 请你直接咨询医生 结果阴性并不代表 你绝对没有得癌症 或者以后不会得肠癌 阳性意味着 您的样本中发现了血液 这有可能是肠癌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情况引起的 包括像膝肉、痔疮 以及肠道炎症 进一步的检查非常重要 请及时咨询家庭医生 您的医生可能会帮您安排 进一步的检查 如肠镜、查明出血原因 得知化验结果为阳性后 请尽早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会帮您转介到肠胃专科 去做肠镜 查出出血原因 肠镜检查是一种给您注射了 镇定剂以后进行的一项检查 如果肠镜正常 请在四年以后再做肠癌筛查 如果肠内有吸肉 在进行肠镜检查时 医生通常会摘除吸肉 并做进一步的病理化验 您可能需要在二到五年以后 再做肠镜检查 如果发现癌症 您可能需要接受手术 或者其他的治疗 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全国肠癌筛查计划网站 或致电1800-118-868 如果需要母语协助 请致电13-1450 肠癌筛查是一项干净简单 可以在家中进行的免费检查 肠癌发展期可能很长 并在这个期间 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或症状 筛查可以尽早发现 您的肠道内出现的变化 如果尽早发现 肠癌治疗的成功率 可达到90% 当您收到筛查包时 请即刻做检查 如果您需要获取 有关于肠癌筛查的信息 请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